屋主有看到我們的作品 所以因為我們的設計案而結緣 那當初來看到這個建案的時候 其實還滿開心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開闊 中間完全沒有隔間的毛培屋 那它的採光也很好 很特別 是屬於大面積的採光 然後又高樓層 所以這個在我們以設計者的角度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好發揮的一個物件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要去思考就是建築物的特色 跟屋主它本身的個性 所以當然我們也去參訪了屋主既有的住宅的空間 跟它的生活習慣 然後在思考這個配置的時候 因為居住人口其實還滿單純的 那我們怎麼樣讓生活習慣 跟建築物的特色去做一個契合 我們在挑選材質的時候 也是刻意把這個質感拉高 然後把它的調性壓低 比如說它的反射感 我們盡量就是減低那種高反射性的材質 然後配合屋主的個性 然後打造一個屬於屋主長久居住的空間 今天這個空間的尺度真的非常的過癮 我們在室內的屏數大概有65屏左右 差不多 但是我們其實只規劃了兩間的臥房 剩下的空間都是公寧約 當時為什麼這樣子的規劃 因為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當然會考量到第一個居住的成員 還有就是這個空間的特色 那第一個我們這邊的人口其實很單純 就是女主人跟父母親 那偶爾可能家人朋友會過來小聚一下 那在設計的一個發想的時候 就希望說它在公寧約的時候 在每個區塊都有適度的連結 而不要讓空間形成太過於封閉跟拘泥 我覺得今天空間非常的開闊之外 是走起來你會覺得非常的暢行無助 而且怎麼走 你好像都回到一個中心點的感覺 是 因為我們在接觸到這個建案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建案特色很好 因為它兩戶合併成一戶 剛好形成一個回字型 然後很有趣的一點 我們很少看到就是全區降板 比如說往往可能比較常態性的設計 是屬於水區降板 就是廁所 廚房降板 那這個建築物它的特點是全區降板 全區降板的優點 它是在水區的設計會比較自由一點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廚房 可以落在我喜歡的區塊 那尤其是廁所 因為傳統的廁所 它可能定位上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區塊 那除了說雙主臥的一個廁所 衛宇之外呢 其實很重要的是公共廁所 因為公共浴室其實它是必然的 有可能說訪客來要使用 所以這一個設計 唯一一個沒採光的地方 其實是公共浴室 對 可是我今天去了公共浴室之後 發現它裡面也很亮 尤其打開門的時候 你又看到那個景色很棒 對 因為它的建築特色 它有大量的窗戶 那這邊可以看到海 也可以看到動物園 那我們在公廁的設計的時候 特別把它稍微內退 然後朝向中心點 那前面的一個隔間 我們用的特殊玻璃 那這樣的優點就是說 即使我在浴室裡面 不會感覺到裡面空間的陰暗 然後打開之後 又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景色 伴隨著大量的窗戶 跟大量的採光 那光線其實是一體兩面 我們希望說 在外面天氣好的時候 光線可以很柔順的進來 可是光線太多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控制 光線進來的亮度 這時候電動窗 你都派上用場 因為窗戶多它是優點 可是你一扇一扇去拉 其實還滿費時間的 對 那我們在設計電動鈴的時候 它可以一致的往下降 然後控制到我們想要的亮度 對 我覺得碩哥還有一點很貼心 就是我們的工領域跟私領域 它區隔的其實非常的巧妙 是 大面積的頻數 通常會有比較長的走道 那我們在設計走道的時候 希望這個走道有點像 易朗的感受 也就是說在空間的段落區分之餘 不要讓它有所謂的太過阻隔的感受 那我們這邊用了大量的拉門 透過一些拉門的設計 在每個動線的一個流暢度 都可以說經由行進 然後回到我們原來的原點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空間 就是很多的回字型 其實每一個回字型 我最喜歡的是玄關的這個回字 一打開門 進到家的時候 哇塞 那個視野跟穿透 都是很舒服的 對 玄關是一個家的門面 那我們這邊一進玄關的時候 我們在思考 因為高樓層 其實它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我們希望營造一個比較開闊 比較不是封閉式的玄關 所以我們用了電視牆 來做一個自然的阻隔 也就是說在玄關開門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光線 然後電視牆很自然而然的 形成玄關跟客廳的一個中介材質 我們在那個材料跟機能上 在玄關背面做得充分的加強 比如說穿鞋影 比如說電視的正面是食材 背面是一些收納機櫃 有訪客來的時候 我們在客廳有一些視聽的享受 也不會受到玄關訪客的干擾 如此大量體的電視牆 還包含了玄關收納所需要承載的重量 陳景樹設計師以堅固的結構造型 賦予安全性 再用食材加工成圓銳線條的轉折 懸浮感的電視牆 反而成為了視覺焦點 提升大屏數空間的穩定性 坐在客廳整個陽光灑下來 覺得景觀好美 不管看外面 看電視牆 甚至看到這邊一整排的展示櫃跟收納櫃 都感覺好舒服 是 應該是說我們整個設計 就圍繞著回這個字 所以我們的收納 我們希望說 就是沿著牆壁的內牆走 它會有收納的機能 可是不會讓收納形成 所謂的視覺障礙 在邊邊來講 因為整個量體很長 所以我們利用材質 形成一些斷落性 比如說在門口的一些收納櫃 我們這面材我們用了編織毯 然後中間我們用了 比較別緻的一些展示空間 讓屋主的收藏 可以在這個展示空間呈現 然後再轉折 可能用項目來做延續 然後再過去 連上去就是廚房 那透過一個大的連接 可是既有的斷落性 也可以讓這個空間 有適度的延伸感 對 我覺得這一些的整個的設計 你會覺得這個維碩的每一個空間 它就自己包覆起來了 甚至在每一區的天花板 都略有不同 是的 我們在空間的一個分配上 分區上我希望說它有連結 可是又盡量隱性 那天花板是一個很好的 區隔的這個元素 那在客廳來講的話 我們希望說客廳的一個 簡潔俐落的感受 然後圍繞著這個我們的沙發區 形塑出一個獨立的空間 然後餐桌是一個主體 那我們在挑選這個所謂的餐廳燈的時候 也思考過就是 在這個樓層比較高的一個視野 其實就是藍天白雲 對 所以主燈又需要有基本的量體 所以選到這一種燈具來講 它透過一些光影的效果 也可以讓餐廳區形成獨立的一個區域 可是又跟客廳有很好的很高的連結性 然後接下來就是餐廳與廚房的連結 對 那廚房其實女主人的手藝還不錯 還有她的拿手菜 所以我們在餐廚區 特別做了一個強化 上面有做點格柵 那在視覺上就這三區的強化板 就獨立的特色 今天這樣子的公共領域的格局 真的覺得好棒 所以一買到好房子 一定要配上好的設計師 才能把整個的建案的這種優勢 給空顯出來 是的 找到一個合適的設計師 其實是還蠻重要 很重要 是 依著建築全窗景的規劃 陳景樹設計師以回為主軸 將公領域維溯出開闊 流動 卻又各具領域性的劃分 收納機能沿著內圈轉折 外圈則妥善安排室內外的留白 即使大坪樹也能感受到家人在空間中的互動 坐在餐桌區 其實就整個空間的這個轉角的地方 面上真的是無敵的景觀 旁邊就是我們的廚房 中島區 這邊的機能做得也非常的好 是 我覺得我們這個空間以餐桌為樞紐 往前看我們可以看到客廳跟玄關區 往這邊看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餐櫥區 那坐在這裡其實可以享受到外部的一個 360度的視野跟氛圍 所以在餐廳的設計 我們包括說這個餐桌的桌面 包括餐桌的吊燈 我們都希望說在這個視覺中心 能夠達到它應有表現的效果 當然除了美感之外 機能也是很重要的 剛剛舒哥也提到 女主人的廚藝還不錯 所以給了女主人一個非常完整的 中島還有廚房 沒錯 我覺得所有的一個美好的設計 跟簡約的手法 它的機能必須要做很適度的強化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餐櫥跟中島 其實它的機能很完整 那在這個完整的機能 它可以隱藏一些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廚藝設備 包括說我們的這個冰箱 我們的收納 都可以適度的做一個整理跟歸納 那在我們享受廚藝 享受這個美好的食物的時候呢 又可以去體現到周邊的一個氛圍 從我們的工林域到私林域 其實舒哥是用了很多的這個推拉門 但這個推拉門拉進去之後呢 其實裡面是一個很棒的大空間的儲藏區 是的 我想就是說外面要整齊 一定要足夠的收納 那我們這次幫女主人設定了一個洗衣房 那這洗衣房它透過兩個拉門來做區隔 除了說我們可以在裡面做一些家室 那有空調 不會在裡面過於悶熱 那因為女主人她喜歡露營 所以我們也幫她把露營設備 做了一些收納的一些規劃 這個設計真的很貼心 如果東西雜染了 因為我把兩個橫拉門拉起來 它就完全看不到 但我把橫拉門打開呢 這邊就是通往私林域的洞穴 又或者我可以從另外一邊 靠著窗邊 看著窗外 從這邊走到我的私林域 而且最棒的是走進去整個牆面 感覺就是另外一種藝術專景的感覺 沒錯 因為比較大坪樹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藏廊走廊的一些產生 那我們希望說在走廊 因為外面當然很多窗戶 很多景色可以看 到走廊我們希望說 有走廊有走廊的視覺安排 所以我們在牆面用了很大量的碼來清 那它呈現一個很有質感的油化效果 這樣我們在走行進的時候 你會覺得空間比較有趣味性 比較不會無聊 而且我覺得樹客空間很棒的是 我們在大坪樹通常會覺得比較冷清 但今天覺得整個的色系 或是在地板在走的時候 都覺得很溫潤很溫暖 在挑選材質的時候我們特別要去留意到 就是第一個居住成員 那我們也希望說其實所有的設計都希望 能夠為了屋主去量身訂做出來 那我們跟屋主去聊天 也跟他們做了一大陣子的朋友 所以可以去思考就是說 怎麼樣的一個材質符合這個空間 那我們這次選的第一個是屬於低反射 幾乎是沒有反射感的一個地磚 它整個空間形成一個很溫和的背景 然後延伸進去再把廊刀用馬來西 做一個加乘 那整個在行徑當中 你會覺得這個視覺上是很溫和 是很溫暖的 到了我們的私林域 我們的規劃是兩間大的臥房 進去之後你知道 整個都看到的是海景 對 沒錯 浴室我覺得我們高樓層的優點 就是它可以充分享受自然的採光 自然的視野 可是我們在裡面也保有很好的隐私性 然後另外一個優點是說 因為這邊是新竹 那新竹南面有所謂的風比較強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浴室設定的位置 它產生一個優點 因為那邊的這個瘦光面比較大一點 所以讓浴室間接 可以得到一個更乾爽的效果 那它的優點當然是高樓層的隱私性 那如果我們覺得心理上 還是希望有一點隱私 那我可以透過電動窗簾 把這個光線做一點適度的調配 對 然後讓裡面的光線 也能夠很平均的呈現出來 而且我覺得蘇哥很貼心 就是我們女主人在化妝的時候 我們的定位還有整個的睡眠區的規劃 也是很貼心的 其實設計還是回歸到生活的一些機能 那我們希望說在日常的一些使用的 所謂的動線的流暢感 還有就是我們進到房間 其實是希望說讓它更有一點寧靜感 因為我們要休息 對 所以在顏色的搭配跟床頭的一些 床頭崩佈的一個顏色的選擇 我們就希望說讓它更沉穩更柔和 對 然後呈現出一個很適合休息的氛圍 隔壁的校清房 感覺這個過道也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慢慢的這個馬來西進去之後 這個衣帽是在我們床背的後面 因為爸爸媽媽其實 尤其媽媽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媽媽 所以我們在選擇床頭的一個部面來講 我們要再思考說怎麼樣搭配一個有氣質的床頭 可以搭配這個媽媽的一些生活習慣跟態度 所以後面我們用了一個混房的一個 帶有一點藍帶有一點點綠色的一個基底的調性 讓回到家其實到房間裡面也呈現一個 就是帶一點綠色的一個視覺的色塊 然後再往後就是屬於這個媽媽長清房的這個浴室 那把這個空間挪到這個整個動線的最後方 其實間接有一個優點 可以降低對這個長輩的一個作息干擾 今天案子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從一進來之後就發現 哇 建築物的優點 整個戶外的採光 透過設計師的橋手把這些優點納進來 你會覺得住在這裡真的好幸福 所有的格局都好夢幻 你能夠想像這是在大都市嗎 有這麼好的格局 這麼好的環境 今天的案子真的非常的精彩 也謝謝樹哥帶來這麼精湛的手法 來告訴我們原來大坪樹 也可以這麼好的去規劃 想欣賞更多陳錦樹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